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了很多这个各个关吧 过了很多这个棋手的关卡 最后取得了向前一平九段挑战的这个资格 在第一盘我直白中盘战胜了这个前一平 现在是直黑第二盘比赛 下面呢我们就把这盘棋的中盘 因为这个比较精彩 我们就把中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红你看这盘棋现在已经 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定型了 黑棋这边是黑棋 这边叫黑棋 这边叫黑棋 更重要的黑棋中央非常厚啊 像铁一样 连这个棋都是先手 所以这个叫吃什么东西提了 都是先手 应该说呢 黑棋呢就是实控上也不少 而且这很厚 现在的目前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黑棋领先 是吧 白棋这个边上 这个空和这个底下的空呢 加起来呢 也就不到五十目样的 更何况 这个地方有缺陷 黑棋有打入 现在正好利用中央后市的情况下 打入 所以 黑棋呢实战就是走到这个打入 从这儿引发了这一场激烈的战斗 如果普通的 说说关呢 可能黑棋也能下 比如说是这样的 那么 在这个 有这么强大的外势 作为自己的援兵的话 这个不打入 还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黑棋就打入了 白棋呢 假如跳的话 恐怕 不是很好 那么黑棋也跟着跳 白棋向这个方向过来 正好撞到墙壁上 所以白棋希望呢 小尖在攻黑棋这个责 能把这个 实际上想把这个责处理得好一点 他的罪功之一不在于吃它 而在于处理好自己 那么黑棋呢 要借用外面的后市呢 不是要单纯的逃命 还要反过来攻黑 攻白棋 黑棋 好 黑棋断 黑棋这个下方 是正好是就考虑到外面有后市 普通这个段呢 白棋需要做这个 有十字长一头 对吧 有十字长一头 这还是我小的时候老师教我的口诀啊 看来你也是老师也这样教 对吧 那么黑棋退 白棋 立 那么黑棋打一下 白棋加 然后黑棋跳一下 这一跳 黑棋联络 白棋控也就压扁了 这两个太危险了 受到黑棋这个巨大的压力 这个白棋不行 所以 普通的下方不行了 那么就要用墙打赤 现在如果黑棋在长 那么白棋打赤 就没有 刚才这个则你注意到没有 它是在这儿 可以跳下去 那这个则现在到这儿来了 我如果立下来 它虎 它这个可能会接上或者虎 这个也很难说 那么这个虎 跟刚才这个接和立 区别就差得很多 这一点呢 对于黑棋来讲不太满意 所以黑棋呢 就转而 就好像这个 调用尾炮 刚才是用的前炮 现在用尾炮 打这个 打去提掉 一般的情况下 就黑棋这样想法 是不沉溺的 先给提一个 现在最主要是这边的 棋型非常厚 没关系 现在叫出来 给他提一提 如果普通的打结 打不过的话 要就打结的话 我想他也打不过了 因为黑棋这个提是先手 这个教师是先手 人家这个葱也先手 人家好几个先 有好几个现成的结材 打不过 所以白棋拼命 对 现在黑棋 从这一吃一冲就出来 但是那样的话 白棋把这个提了 太大了 太大了 这个由于这边一点毛有没有 这个也容易得到处理 这个黑棋损失比较大 嗯 我想那个 嗯 经过计算水平比较高的爱好者 经过计算之后 都是要把这个接下来的 我也适当中接住 冲 嗯 接上 可以去冲 对 白棋挡住 可以去提 白棋再挡住 那么现在呢 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黑棋这个呢 被白棋关起来 如果处理的不好 白棋就有翻盘的可能 假如死了的话 那就损失重大了 那不能死 打赤 接上 这个是好手 这个应该说是 嗯 很巧的一手 白棋 坏了 十段中呢 白棋是搬下来了 搬 黑棋断了 然后白棋不敢走了 这的变化呢 是很不妙的 白棋 假如吃 这样 对 接 接 然后呢 立下来 哎呀呀 要送一个 要直接走呢 它气力就长了 要走一个 让它吃 嗯 这样呢 然后吃 刨 夹住 白棋把这个提掉 铺一个 黑棋铺一个 白棋爬一个手起 嗯 是吧 黑棋叫吃 嗯 再吃 再吃 记住 黑棋 挡住 挡住 黑棋挡住 白棋接上 黑棋挡住 那打结 黑棋 黑棋 你把白棋完全的 铁壁封住 它还打结 刚才我说了 这地方提 一个 充一个 两个 就要吃一三个 这还尖了 第四个 白棋找黑棋 没有结材 这要不搬了 要尖这个 对 你说的对 尖这个 黑棋就死了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黑棋要先尖这个 刚才我们摆的很粗 非常感谢你指证 这个假如我走这个的话 他搬的话 刘洪刚才讲的对 这个 是打结 要尖的话 黑棋就被白棋掩杀了 那么就是说 黑棋应该先尖 还是打结 无论是白棋立 黑棋打 就跟刚才一样 还是直接提前他打 都是一样的 还是打结 打结 黑棋就可以 白棋不行了 所以 白棋呢 这个时候呢 不能搬下来 还有一个图就是变化 这个时候他可以跳的 假如你 打下来 那么一走这儿 黑棋又死了 徐环节 对 成连环节 叫吃 叫吃 提这个 他提那个 等你提回来 他又提这个 是吧 现在黑棋提这个 白棋提这个 黑棋在提那个时候 白棋在提这个 黑棋总是 白棋不用找结材 无缘无尽的结材 黑棋就被吃掉了 所以呢 白棋跳着的时候 黑棋要先冲着 白棋接住 黑棋打下来 白棋如果 做这个 总是打结 是不是这样 假如去打结的话 那么就是黑棋的胜利 白棋的失败 所以白棋 不能这个办 就是这样 在一段的时候呢 白棋就叫吃 这样呢 黑棋就叫吃 白棋接着 黑棋接 白棋 黑棋就大货成功吧 因为什么呢 这儿 全都变成黑地了 所以 黑棋空在全盘已经领先了 另外呢 黑棋还可以把这个跑出来 真子白棋不利 还说这四个就断在外面 在外面的话 你看周围黑棋那么厚 这四个基本上就死了 那么实战呢 白棋就走这个 就没办法 如果在这儿补一个的话 那这个再对走 空差的就更多了 只好 尖这个 那把黑棋 把这个就跑 跑了这个之后 下一步这个棋 几乎是先手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刺 接住 打起来很厉害 第一白棋的气井呢 嗯 这个 和这边 眼位还不安全呢 这个还是先手 那么棋局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 可以给大家 稍微判断一下形式 这块白棋呢 大概是 二十四六八十 十六十八二十 二十多一点点 这十 二十 三十 五十多一点 嗯 不到六十目 黑棋呢 把这个全吃光了 已经 这个已经吃了 这个十 二十 这块有三十目 四十目 五十目 六十目 七十目的样子 这个十目 其实是 已经算得很少了 这样黑棋大概盘盘有十几目 而且 非常的厚 嗯 到中央有很多潜力啊 白棋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 嗯 应该讲是 已经肯定的不行了 那么又顽强地进行了收官 走了一些 最后呢 还是 中盘认输 因为双方的失控 差距比较大 这盘棋之所以 黑棋能 比较明快地赢上来 跟这个地方呢 打入之后 计算得比较清楚 嗯 这一个 在这儿的攻杀呢 嗯 白棋 没有黑棋计算得清楚 所以白棋在这儿 在已经形势不利的情况下 又吃大亏了 所以就 这盘棋就 嗯 无可挽回了 后来在这个棋王赛中呢 嗯 我就以这个三比一 战胜了这个前一屏 嗯 就取得了第二届棋王赛的冠军 嗯 好 观众同志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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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